1918年的春天 一個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尋遍了杭州的廟宇 最後在一座叫胡跑的寺廟裡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39歲的男子原來是在西湖對岸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員 不久前辭去了教職 離開了學校 在這裡落發為僧 10年前 男子在日本留學的時候與妻子結識 此後經歷了多次的聚散離合 但這一次是最後的送別 丈夫決定遠離這繁華的世界歸佛門 幾個人一起在素食店吃了一頓相對無言的素飯 丈夫把手錶交給妻子作為離別的紀念 並安慰她說 你有技術 回到日本去不會失業 就這樣 岸邊的人望著漸漸遠去的小船失聲痛哭 而船上的人連頭都沒有再回過一次 這個可憐的日本女人可能至死也不會明白 她的丈夫為何活情寡義至此 而這個男人就是民國著名的爵士才子李淑彤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地球旅館 我是Lainster 一個人在世間竟想榮華富貴 要什麼有什麼 應該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 沒有遺憾了 是吧 不然為什麼人們會為了追求更優質的生活而努力 會為了得到而感到幸福 因為失去而感到痛苦呢 可是當人們在追求人世上的快樂的時候 很多聖者卻選擇放下了人世間的種種 他們明明有更美好而又令人羡慕的人生 為什麼偏偏要選擇一條痛苦的修行之路呢 人活在世上無非就是為了名利情 而放下這些到底又意味著什麼呢 時間回到1880年的天津 一個名叫李淑彤的男孩 以富商兒子的身份含著金湯石出世了 李淑彤從小就是個小神童 在文藝方面很有天賦 後來還成為了中國藝術界的先驅 他不僅把油畫 鋼琴 話劇等引入中國 同時又擅長書法 詩詞 國畫 音樂 撰克 文學 金石學等 他所填詞命名的送別至今還是廣為人知的 然而在他39歲的時候 李淑彤選擇了剃度出家 當時有很多人不理解 因為李淑彤積累了很大的名氣 創作了很多出色的文藝作品 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卻選擇在人生的巔峰的時候 放棄了一切 出家去了 最了解李淑彤的是他的學生封子凱 他在和老師相處的這段時間呢 曾經聽老師說 人的生活分成三類 第一種是物質生活 第二種是精神生活 第三種是靈魂生活 李淑彤在出家前的生活算是比較簡單的 他對物質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追求 在出家之前 李淑彤已經創作了很多文藝作品了 從這點上來看 可以說他的精神生活也是很富足的 那麼他要想再提高自己的生活 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的話呢 那就是第三種 靈魂生活了 其實李淑彤的出家和他的好友 夏緬尊有一定的關係 有一次 學校有名人來演講 李淑彤和好友夏緬尊不喜歡這種吵鬧的場面 兩個人就到湖心亭上喝茶 夏緬尊就說 像他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也是很好的 李淑彤聽到這句話 偷偷地在心中埋下了出家的種子 有一次 夏緬尊看到一本雜誌上 有一個關於斷食的文章 說到自古宗教上的聖惹 如釋迦牟尼和耶穌都曾經斷食 覺得很有意思 就和李淑彤分享 結果過了一年 李淑彤獨自去實踐斷食了 後來還開始看佛經吃素供佛像 當居士修行了 不久後他就剃度當和尚了 從此成了紅衣法師 學生曾經問李淑彤老師 為什麼忍心拋下妻兒出家 他回答道 人生無常 如果抱病而死 那個時候不忍心拋下妻兒 也不得不那麼做了 生老病死是人無法掌控的 看來紅衣法師是比別人早了一步 看懂了這個道理了呀 實際上 李淑彤在出家前 就曾經留下一封信給妻子 裏面說道 做這樣的決定 非我寡情博弈 為了那更永遠 更艱難的佛道歷程 我必須放下一切 我放下了你 也放下了世間積累的名聲與財富 這些都是過眼雲煙 不值得留戀 從此 世間再也沒有那個 會作詩 會填詞 會書法 會作畫的李淑彤了 只有一代名僧 紅衣法師 美好而又令人羡慕的物質生活 在智者的眼中看來 或許不是真正永久的快樂 也不可能永久 我們知道 釋迦牟尼佛出身尊貴 出生前他是西達多王子 是要繼承靖范王的王位的 西達多王子是享盡了榮華富貴啊 在外人來看呢 他是過著令人羡慕的人生 根據釋迦方誌的記載 一次西達多王子出遊的時候 看到生而為奴隸的人受苦 還看到了老人 生病的人和死失 這瞬間引發了他的深思 不管人生再怎麼樣 眾生終是避免不了生老病死這個問題 所以呢 為了找到真正脫離痛苦的方法 西達多王子就出家走上了修行的道路 最后在菩提樹下贈得了佛果 人們常常只看到了釋迦牟尼佛放下了美好的一切 但是呢 卻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他得到的是什麼 當然 這也成了修行出家人的條件 要放下一切 包括家庭 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才能到廟裏出家 但是我們在世俗間生活的 何嘗不是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呢 人生本來就有很多苦難 很多人都在學習如何讓自己變得更豁達去面對人生 只是放下兩個字 說起來容易 做起來卻很難 如今 大多數人都迷於人世間 一輩子追求名和利 當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的時候 才發現這些根本就什麼也帶不走 每個人 無論處在什麼樣的年齡 身在什麼樣的境遇 有著怎樣的經歷 都會面臨很多麻煩與困難 這是正常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之所以會感受到煩惱 並非全是由外因導致的 而是我們的心態和狀態 決定和影響了我們的情緒 不管是一段感情還是某件物品 生活中的我們總會有很多放不下的東西 可能是有人罵過我們 所以我們對此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久而久之 情緒逐漸開始越來越負面 影響著我們之後的幾天 幾個月 甚至是幾年的生活 所以放不下時 最可怕的並不是誰罵了我們 而是我們因此而延長了被傷害的時間 佛陀在雜含經中對兩支毒箭開示 被第一支毒箭射中的時候是身受 代表著我們所遭遇的各種逆境困難 而第二支毒箭則是由此帶來的辛苦 被第一支毒箭射傷之後 痛苦已經發生了 如果我們對此始終放不下 那麼就會繼續被第二支毒箭射中 其實不只是佛教講放下人中的名利情 就連西方宗教中也有同樣的說法 《路加福音》裡提到了耶穌對門徒說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 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 身體勝於衣裳 你想烏鴉 也不種也不收 又沒有倉又沒有褲 神尚且養活它 你們比飛鳥又是何等的貴重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重擔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 每天都會被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 年輕時為了學業擔重擔 成年時為了婚姻擔重擔 就業時為了職業擔重擔 成家後為了家庭擔重擔 年老時又為健康擔重擔 人生從小開始就是擔著重擔生活的 漸漸的也就認為這才是生活 但實際上我們也漸漸的成為了這樣的社會產物 這裡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幾年前曾經看到過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新加坡的醫生 名叫張慶祥 張醫生從小就是一個好勝的人 一直處於一個競爭很激烈的環境 由於受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 他從小就認為快樂源自於成功 而成功就是財富 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會特別努力的爭取做到最好 而他也成為了這種社會下的典型產物 後來張醫生發現很多病人會抱怨30塊錢的醫療費太貴 但也就是同樣的這樣的病人 卻願意付1萬元做抽值手術 所以為了得到更多的財富 他從眼科轉到了醫美行業 把病人當作了搖錢術 確實轉當了美容醫生之後 他收穫了更多的財富 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滿足 反而心中的慾望是越來越膨脹 迷失在了名利之中 他不斷地擴張自己的美容事業 在40歲之前就坐拥名車和豪宅 因為愛面子 張醫生喜歡開著跑車去親戚朋友家 炫耀自己的成就和名流打交道 在這段日子 他擁有了一切自己想要的 感覺沒有什麼是他掌控不了的 直到有一天 他感到背部突如其來的一陣疼痛 朋友擔心他可能是在健身房弄傷自己的 就勸他進行核磁共振掃描 沒想到檢查結果顯示竟然是肺癌晚期 而且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了身體的各個部位 在重大的打擊之下 張醫生這時才發現 原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的 他在從醫的生涯裡 一直都是把治病當作是工作的一部分 每天機械地工作 想要儘快地完成一天的工作 然後回家做自己的事情 而他的病人的焦慮和痛苦 這些從來都不是他能夠感受得到的 直到自己成為了病人之後 他才能夠了解他們的痛苦 了解到醫生和家人的關懷是多麼的重要 他也發現自己以前沒有一點同理心 這個時候他擁有的名車和豪宅 卻沒有辦法減輕他的半點痛苦 而家人朋友的溝通才能夠使他更有力量 與人的溝通那才是真正的快樂 張醫生認為富裕本身並沒有錯 因為神願意賜予很多人財富 但問題是我們不懂得應付 我們有的越多就越想要擁有的更多 那是種深陷泥潭的情況 他會讓你無法自拔而失去方向 也是因為這一次的經歷 張醫生開始將自己的經歷分享給他人 他不再是那個曾經視金錢為第一的有錢人了 他貫徹助人為樂的新準則去看望同為癌症的患者 去給予鼓勵與安慰 他帶著自己的經歷去為其他的同行們演講分享 去告誡他們不要等到重病纏身時 才發現金錢並沒有那麼重要 他也曾經在分享會裡提到過他這次的覺醒之後 與神的聯繫 他說我已經經歷過 我知道生命中只有財富沒有神是非常虛空的 當你在世上積累你的財富的時候 千萬別忘了積累神賜予我們在天堂的財富 張醫生於2012年10月18日病逝 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 這年他才40歲 而他之前追求的財富並沒有隨他一同離開 面對生命的無常他曾經說過 如果生命可以重來 他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選擇 當然也有很多人不認同哈 他們認為錢呢確實可以買到快樂 至少可以買到短暫的快樂 要什麼有什麼多好 有病了有錢才能治病 沒病的話用錢也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這麼想也沒有錯 但是人呢卻高估了自己 以為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我們之前在算命的那集視頻中就曾經說過 命運可以被比喻成一個人生的行李箱 當人來到人世間時候 就帶著這個行李箱 這是上天給的 每個人的行李箱裡裝的東西不一樣 有的人裝的是財富 家庭美滿健康等等 有的人的行李箱裡面 裝的就是病痛母子貧窮等等 而八字就像一把鑰匙或者是密碼 根據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 轉換成天干地支 這八個字就能推算出一個人一生的富貴貧賤 就可以打開行李箱看見裡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的財富我們的成功 也只是因為我們命中有而已 是我們前世或者是祖貝基的福分 基的德所導致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句話叫 一命二運三風水了 因為命是排在第一位的影響人最大 而修心基德就成了改命的根本 其實人生一切的煩惱 歸根結底就是生活中沒有學會放下 生活越來越忙 越來越累 使身心背負的擔子越來越重 就像手上拿著一杯水一樣 這杯水其實不重 但是如果我拿得很久 胳膊就會越來越累 拿得再久一些 可能胳膊就受不了了 但實際上這杯水的重量並沒有發生電化 人生的各種苦和名利的誘惑就像這杯水一樣 如果長期不放就會侵害自己的內心 有些人還覺得一杯水不夠 還想再拿兩三杯水 甚至是兩三桶水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難以放下的東西 有的人能放下名卻放不下力 有的人能放下力卻放不下感情 一生都在糾結中度過 要知道放下不代表墮落或者是不去努力 不是這個意思 也不是讓我們放棄對美好的追求 它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心態和生活態度 就像64歲的香港天王發哥 出道超過了40年 拍過了許多耳熟能詳的電影 積累了約56億的身家 卻決定過世後把身家全部捐出去 據說周潤發每個月只花800港幣 非常的節儉 他也沒有明星的架子 平時呢他還會自己去逛香港最平民的菜市場 和菜場的老闆都很熟 西方也有類似的例子 沙神基努李維拍過了不少動作影片 扮演的角色深受全球觀眾的喜愛 許多粉絲發現他私底下也是大暖男 在電車上還會給乘客讓座 生活也是很簡卜 有時還會和流浪漢坐在一起聊天 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完全不把自己的明星光環放在眼裡 也就是說 無論是貧富貴賤 都不要把名利或者是困擾人心的情感看得太重 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 看得越淡 他就越輕如紅毛 要放下也就不那麼難了 精神和靈魂的自由也就富足了 人也就快樂了 大家覺得呢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話就請按讚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還沒有訂閱的可以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粉紅 你不停